各位傳媒朋友早上 多謝大家今早來這個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 之後接受大家提問 因為疫情關係 請大家在記者會中盡量保持 我們現在先請行政長官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早上 明天我將會發表我任內第五份 亦是本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我留意到近日社會大眾對於這份施政報告 都有很多討論 雖然是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但是我和我的團隊非常重視這一份施政報告 我親自主持了40場的諮詢會 包括有走入的學校 有一些直播的諮詢會 亦都有跟不同界別 在線上和線下的接觸 我們估計大概有3500人 透過這些線上和線下的諮詢會 參與過2021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 在這裡率先向所有發表意見的朋友致謝 因為同時間我們亦收到有3800份書面 或者是電郵的意見書 就一如大家所料和很多調查都是有同樣的發言 市民在意見書裏面最關心的第一個議題是房屋和土地供應 所以現在在坊間很多討論都是和未來香港的房屋和土地供應 今天當然不會預先公佈關於施政報告的內容 亦都沒有什麼給大家的驚喜 因為一如既往都是這樣的顏色 這是2021年的施政報告 這份證文我將會在明天在立法會宣讀 預先告訴大家心理準備 它的幅度是和往年很接近的 換句話說都要兩個多小時才可以讀完這份施政報告 另一個是施政報告的負編 這是我們第三次支持這份施政報告的內容 出現了一個負編 似乎過去兩年都受到市民和社會的歡迎 因為裏面圖文並茂都可以看到香港在各方面的發展 今年的負編的幅度是特別長的 我想比往年長多於一半的篇幅 一共在中文版是168頁 原因是因為正如我剛才說了 這本施政報告是五年任期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所以我們都利用這個施政報告的負編 總結一下這一屆政府在這四年多的工作 和全面向社會交代我們在過往四份施政報告裏面的 九百多項的政策措施落實的情況 所以在副編裏面希望大家都找到 大家以往關心過有關於一些新的措施取得的成效 正如我所說今年的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 當然在未來裏面經濟發展很重要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很重要 但我完全明白市民眾中之眾 是希望政府能夠解決房屋和土地的問題 反之在一些紓困的措施 我早前都在這裏先後兩次公佈了 包括在8月31號和9月21號 有些需要政府延續的寬減租金 政府收費的措施我們已經公佈了 另外有一批是延續我們的擔保的貸款 特別是針對中小企和個人也公佈了 所以市民報告是不會再有篇幅 去處理一些比較針對新冠疫情 引發到之後的需要我們支援的地方 當然在這段時間裏面 隨著疫情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情況 有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各個司局長再會提出需要做的措施 今天在背後某程度上 是為2021年的市民報告帶出它的背景 背景就是我們迎來一個新的局面 以及面對很多新的機遇 這個新的局面當然就是香港回到一個兩制的正確軌道 通過中央的兩大舉措 分別已經落實了超過一年多的香港國安法 令到社會回復穩定 國家安全得以保證 另一個就是完善了選舉的制度 三場重要選舉的首場也順利進行了 可以確保愛國者治港 有了這兩大的舉措 令到香港也有了一個穩定的環境 有了一個不是反政治化 逢政府必反 逢中央的事都必反的政治生態 是應該更為香港謀劃未來 希望能夠帶來一個新的景象 所以這是我所謂的新的局面的情況 至於新的機遇更加多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今晚的情況 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 今年對於香港的支持 在十四五規劃裏面對於香港的支持 是前所未有那麼豐富的 包括我時常說的有八大中心 亦都是我們繼續在如廈澳大灣區裏面 會扮演一下重要的角色 近日亦都是公佈了前海的礦區方案 和橫琴的越澳深度合作區的方案 這些都會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機遇 所以這份司警報告 亦都希望著眼這些未來 和找到這些機遇 我再說多幾句 事實上現在香港處於的情況 是非常之好 當然疫情仍然困擾著大家 未能夠可以免檢疫通關回到內地 和在海外旅遊都是大家很焦慮 希望我們盡快可以處理得到 這個工作仍然在司警報告裏面 會視之為現在的頭等大事 我們每天都尋著這個 盡早通關的政策方向來努力 但為何我說形勢或者勢頭是好的 這些是從事實和數據裏面 是可以反映出來的 香港上半年的 2021年上半年的本地經濟生產總值 是按年實質增長7.8% 所以早前已經調教了 今年全年的預測 是應該做到5.5%至6.5% 同樣地我們亦都見到 有一些經濟的板塊出現了 甚至以前沒有見過的良好的景象 例如在貨物的出入口 貨物貿易方面的總額頭8個月 是高達65萬億港元 65萬億港元這個數字是破紀錄的 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 亦都是歷史的新高 至於在金融市場裏面 當然近日市場調整 大家又開始有點擔心 但首八個月香港首次公開招股 即IPO集資的總額是2698億港元 比去年同期亦上升了八成 當然有人認為第三季好像比較慢了一些 因為在外圍有些事情發生 但是從交易所的主席和總裁口中 我知道有很多公司在排隊 在等於在香港來上市 在發債方面有些令人振奮的消息 一方面我們香港在頭九個月 由我們安排的亞洲國際債券的量 比同期亦增加了6% 高達1630億美元 先後國家的財政部 就已經公佈了稍後會發行 美元的債券和人民幣的國債 首次由一個市政府 即是深圳市政府 也都會將在這個月 就會發行50億元的 離岸人民幣的地方債券 其中是包括一些陸債的 這個我和黃偉忠書記說的 都是對我們的金融發展互聯互通 是一大悲憶 所以稍後我知道深港兩地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儀式 來到去慶祝這一次的深圳市 在香港發債的情況 在機場方面客運當然是很慘 每天都是得到幾千客 但在貨運方面 恢復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我們在2020年仍然是全球的貨運 空運貨運的第一圍 在今年的8月 即是最新公佈的數字 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5% 所以全年下來 在貨運方面應該是一個理想的 當然最終影響到民生是就業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的失業率 由年初很高的7.2% 已經逐步下降到最新的4.7% 隨著現在消費比較蓬勃 大家都看到的情況 相信下一次再公佈的三個月的數字 都會比4.7%更加低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已經開始請不到人了 在勞工處最新 今年6月到8月 我們收到的每個月的 所謂在私營機構的空缺 是高達96429個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9% 即是說明很多企業 見到生意好花是需要請人 我亦都問過一些做餐飲的 真的請不到人了 開始入 所以這些數據全部都是令人振奮 所以我覺得這份私營報告 在這樣的新局面 新的機遇 和新的基礎之下 希望能夠得到市民的支持 好 我介紹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甚麼提問 現在提問時間 希望提問的記者先舉手 喊到你之後 先介紹你的傳媒機構 然後用我們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左邊這位記者 特首 你好 鍾平舍 本港專家之前說 內地要求本港防疫措施 即是盡量貼近內地標準 包括收緊機組人員 海外人員的豁免檢疫政策 檢疫酒店人員 機場員工 假日書需要核酸檢測 特區政府會不會進一步做出這個改善 而為通關創造條件 和下一步如何完善本港的防疫措施 和內地對峙 謝謝 好 我也知道有關於通關問題 都是大家最關心的 所以我剛才也說了 無論我們對於香港未來有多少大計 現在頭等大事 都是盡快更加好地控制疫情 達至可以和內地免檢疫 是人員往來 這個所知為通關的概念 就是有人可以免檢疫地進入內地 或者在外面的人也可以免檢疫地來到香港 在兩者之間 很清楚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重點是內地 因為無論和經濟、民生各方面 香港市民是需要更加可以進入內地 當然國際旅遊對我們重要 一些國際的商務活動對我們重要 但是在兩者的比較之下 仍然是內地是更加重要的 即使是在香港的外國商會 我也是這樣跟他們說 這些外國的企業 選擇在香港成立公司 其實很多都是在內地有業務 所以對他們來說 能夠進入去內地 看看生意 或者是跟投資者談談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毫無疑問 今天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 是達至內地的通關 早前政務司司長已經是 率團去深圳開了首次的對峙會議 我也很感謝韓政府總理 是很知道我們那個急切的需求 所以在他的指導之下 我們亦開了這個首次的會議 這個首次的會議 當然討論的範圍很廣泛 我也不想詳細交代 但我們特區政府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只要達至有序 可以給我們人員往來面檢疫 中央要我們做些甚麼的措施 改善些甚麼的程序 我們全部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做 但當然在這個過程裏面 要看是否做得到 有些是未必做得到的 未必做得到 我們都會盡量令到他做得到 但實際上究竟是全部做得到 做到九成 還是怎樣呢 要等我們有了內地專家的回歸意見 我們自己內部再平衡 我們會第一時間再告訴他們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亦都可以進行第二次的對接 所以那個立場是很清晰的 為了達至通關 特區政府是願意樂意 亦都會很銳意去改善所有 從內地的體制 認為我們是可以更加達至 跟內地的一致性 或者更加令到他們是有信心 香港這套防疫制度 是不會成為一個缺口 我們一定會做 下一條題問 後面各位女記者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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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質問是 韓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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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PANDORA PAPER THAT ACCUSED CY LONG OF HIDING THE WEALTH FROM THE PUBLIC. WOULD THE GOVERNMENT DO ANYTHING ABOUT THIS? THANKS. WELL OF THE THREE QUESTIONS, WELL FIRST OF ALL UNDER THE BASIC LAW, RIGHTS AND FREEDOMS OF INDIVIDUALS ARE BEING SAFEGUARDED. SO THAT'S POINT NUMBER ONE, INCLUDING ARTISTIC FREEDOM AND ACADEMIC FREEDOM. SECONDLY IS THIS INCIDENT HAPPENS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SO I WOULD EXPECT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TO HANDLE I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OLICY. AS THE CHANCELLOR OF NOT ONL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BUT OTHER UNIVERSITIES, I DO NOT GET MYSELF INVOLVED OR INTERFERED INTO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RIGHT NOW WE ARE IN THE THIRD BATCH. WE STILL HAVE ANOTHER BATCH OF SERVING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WHO WILL BE INVITED TO TAKE THEIR OWN, WITH THE SECRETARY OF HOME AFFAIRS BEING THE OWN ADMINISTRATOR. SO OUR POSITION IS WE WILL AC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REQUIREMEN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REQUIREMENT AND THE LOCAL LEGISLATION AND TO DECIDE WHETHER A SERVING DISTRICT COUNCIL MEMBER COULD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SE LEGAL REQUIREMENTS AND IF NOT THEY COULD NO LONGER SERVE AS A DISTRICT COUNCIL MEMBER. SO ONCE ALL THESE HAVE BEEN SETTLED, SO INCLUDING THE THIRD BATCH WHICH IS NOW GOING ON AND ANOTHER BATCH WHICH WILL SHORTLY BE INVITED TO TAKE THE OATH, THEN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AN IDEA OF HOW THESE 18 DISTRICT COUNCILS WILL BE CONSTITUTED. AND THEN OF COURSE WE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STILL FUNCTIONAL IN A FAIR AND EFFICIENT MANNER. FOR EXAMPLE, SOME DISTRICT COUNCILS WILL BE LEFT WITH ONLY A COUPLE OF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THAT THEY COULD NOT EVEN HAVE A CHAIRMAN, NO QUORUM,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DO HAVE A LOT OF INFERENCE IN ALLOCATING DISTRICT COUNCIL FUNDS OR DECIDING ON WHICH DISTRICT MINOR WORKS SHOULD BE UNDERTAKEN WITH PUBLIC MONEY. SO WE DO HAVE A DUTY TO TAKE ALL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 AND THEN DECIDE ON THE WAY FORWARD BECAUSE AS YOU RIGHTLY POINTED OUT, THEY STILL HAVE A TERM OF ABOUT TWO YEARS IN THE CURRENT TENURE. BUT I'M NOT IN A POSITION TO TELL YOU NOW WHAT WILL HAPPEN EXCEPT TO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UNDER BASIC LAW 97 AS WELL AS LOCAL LEGISLATION, DISTRICT COUNCILS ARE NOT GIVEN POWER. UNLIK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ISTRICT COUNCILS BY THEMSELVES, THEY DO NOT POSSESS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TO EMPROY STAFF OR TO ALLOCATE MONEY. THE INFERENCE THAT WE HAVE GIVEN DISTRICT COUNCILS OVER THE YEARS IS OUT OF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SE MEMBERS. WE HAVE ALLOWED THEM TO HAVE A SAY ON THE USE OF THE PUBLIC MONEY, WHICH IS CONTROLLED BY A PUBLIC OFFICIAL IN THE NAME OF TH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SO THAT IS 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SO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TICKING AWAY OF POWER AS YOU HAVE DESCRIBED. BUT I HOPE THIS IS A MATTER OF SEMATICS. I'M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DISTRICT COUNCILS IS THAT THEY ARE ADVISORY BODIES TO GIVE ADVISE WHEN BEING ASK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TO ADVISE ON THE USE OF FUNDS WHEN BEING ASKED BY THE GOVERNMENT. NOW THE THIRD POINT, I CAN ONLY GENERALLY TALK ABOUT OUR DECLARATION SYSTEM. WE HAVE A VERY ROBUST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SYSTEM. ARE BOTH APPLICABLE TO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AS WELL AS PRINCIPAL OFFICIALS. AND THESE ARE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FOR INSPECTION UNDER WHAT WE CALL AN ANNUAL DECLARATION OF REGISTRABLE INTEREST. AND WHAT IS A REGISTRABLE INTEREST THAT NEEDS TO BE DECLARED IS CLEARLY LAID OUT IN THE FORM THAT YOU CAN FIND ON THE WEBSITE. SO I DON'T WANT TO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EXCEPT TO IMPRESS UPON YOU THAT WE HAVE A VERY ROBUST SYSTEM.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OUR HONOR SYSTEM. WE DO NOT CHECK, MONITOR OR INVESTIGATE INTO REGISTRABLE INTEREST OF EACH MEMBER. BUT YOU CAN SEE FOR YOURSELVES ON THE EXISTING WEBSITE ABOUT THE CURRENT MEMBERS ON THE EXECTIVE COUNCIL THEY ARE INDIVIDUAL CASES. They have declared very detailed and meticulous way their beneficial interests. Thank you. 今天最後一位 後排最遠的那位是這位記者 大理好 湘台 剛才也是想問國殤之處 因為如果連國殤之處都移走了 但六四祖高萬會又不可以再繼續舉行的話 那會不會是一個抹殺歷史的現象呢 在香港另外剛才說到通關那裡 雖然你一直都在說 都跟所有人說 但歐洲商會剛剛接受了訪問 形容現在是香港好像是涼頭不到岸 歐美又通不到 內地又通不到 那你們會怎樣繼續游說 他們將總部繼續設在香港呢 另外第三條是想問香港的反外國制裁法 因為現在還未見到他們放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時間表 是否考慮到商界的憂慮呢 麻煩你 第一個問題正如我所說 基本法是保障各樣的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 至於每一個機構怎樣管理 在它的機構擁有的處所裏面展示什麼東西 當然是依法辦事啦 還有它自己作為管理機構要作出這個判斷 第二關於通關的問題 我剛才已經詳細回應了我們的立場 但另一部份的問題呢 就是現在外國商會怎樣看香港 我留意到這位歐洲商會的代表呢 他都是認為落實了 實施了香港國安法之後呢 不但沒有影響 是令到營商環境更加有利 因為社會穩定了 亦都沒有了一些黑暴 出街亦不需要擔心 亦都不會因為支持政府 會被人去起底呀 或者是攻擊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訊息 至於所謂兩頭不到案 正如剛才我形容了 如果我們想和內地通關 我們是要更加接近內地那套的政策 而不是好像有些地方那樣 我們和病毒共存 所以如果有些和病毒共存的地方要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很嚴格地去管制輸入 如果不是外防輸入做不好 根本就不用想 怎樣可以和一個不接受與病毒共存的內地 來港通關 這個情形他們都了解 我也親自應該是回答過他們 所以他們的情況是這樣的 希望大家都是諒解 至於你說怎樣游說他們 繼續將他們的總部或辦事處放在香港 明天公佈的司令報告會同時公佈 我們最新對於海外和內地的企業 在香港設置的辦事處 大家會看到 同樣我都說了 國安法的頒布沒有影響到這些數字 香港的營商環境是優勝的地方 是有目共睹 無論是我們的傳統優勢 法治精神 我們的國際聯繫 我們的使用的英語環境 諸如此類 以至於新給了香港這麼多的機遇 第三個問題 關於《反外國制裁法》 從一個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分離的部分 和今次這些所謂的制裁 是衝著香港而來的 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場 包括本人的立場 一定是支持國家 如果國家認為這條全國性的法律 需要立入附件三 來適用於香港 我早前也說了 由於我們的實際環境 我們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應該用本地立法 有一個諮詢的過程 才能夠體現得到 如何落實這條反制裁法 但我同時也清楚跟大家說 中央今天沒有時間表 到它要考慮的時候 但是我得到的訊息 一定會很認真地去看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就是今天的情況 但是我並沒有收到任何的時間表 或者何時會在隱大常委會裡討論這個議題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多多多多多數 今天是跟我們講的 好的 請多多多數